MR7350这个路由器目前来看已经比较老了 它是WiFi6的第一批机器AX1800 但是跟现在的路由器来比啊 当年的路由器就单单从外壳来看 它的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的路由器因为价格比较卷 基本上只卷芯片和配置 从外观设计和用料来看 基本上都在退步 所以像这款老的机器 如果你们对于网速以及WiFi信号 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 这种老机器依然是可以用的 这个机器的官方系统应该不会再更新了 我之前给大家发的刷机视频 是刷的双分区系统 一个官方系统 一个第三方系统 这个教程叫大家把这个两个分区合并到一起 刷成单分区的大分区版本 这样的话就可以持续更新大雕的plus版本的固件 然后接下来我按照它的教程操作 我的这台机器之前已经刷过机了 是刷的双分区的小分区固件 它的空闲空间只有22兆了 这个机器刷小分区的固件 就是双系统的固件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在原厂系统上面升级就可以了 升级完了之后进入第三方的系统 然后我们先上传一下分区文件和U-Boot 在系统文件传输子里 选择文件 将M-I-B-I-B这个文件上传 然后再送上U-Boot 这两个文件上传完了之后 点击TTYD终端 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输入密码的时候不显示 然后输入这两条命令 之后按住reset按钮 开机等十秒钟之后松开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192.168.1.1 先设置一下电脑的静态IP 静态IP就是同网段 就是比如说你设置个192.168.1.2 然后直网野马三个255 设置这样的固定IP就可以 之后就打开了U-Boot页面 然后上传大分区的固件 上传这个factory结尾的 然后我这里上传的是 25年8月份的固件 目前是最新的 固件上传成功之后 使用自动获取IP 重新进入这个后台 刷新一下 这个就是大分区的固件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分区大小 在系统软件包子里 目前的剩余空间是82兆 这个空间常见的软件 肯定是构装的 今天这个刷大分区固件的交绳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